拍了三个多小时 现在终于到了 我们从家里出发 现在已经到建的服务区了 到这边上了厕所 吃点东西 对 这样我们就出发了 对 等会儿就出发了 每次出远门 我都要哭 忍不住 那时候还没出嫁的时候 我去宁波上班也是这样的 我看我妈也是憋不住的 要流眼泪 我就也是很难受 然后车子一开出去就哗哗哗哭 就感觉可舍不得了 那肯定的 对呀 就跟自助去杭州一样 就感觉很舍不得 是的 肯定饿了 这服务区还是蛮高端的 吃的喝的什么都有 你想吃什么 那边很多吃的 吃点面条 也行啊 来 看一下 来一个红烧牛肉面跟红烧牛肥肠粉 红烧牛肉面 对 红烧肥肠粉 这人还是蛮多的 蛮多的 我们先找个位置 好 那边好不好 好 好 来 你坐那边 好 胡椒非常烦了 我的那个也快好了 你先吃 好 开吃 来 来 吃完热热热热的面 怎么样 好吃 但是它的酱料好像有点浓 我就闻到了豆瓣酱的味道 是不是 是的 味道还可以 味道还可以 饿了吗 你赶紧吃 好 饿了 你就喜欢吃吃了 你要不要的 我不要了 不要 不要 再得去开胃一点 嘿嘿 够不够吃 不够吃 我这么大碗 我还感觉比你还多 我点的是粉 满满吃 我们从家里到杭州 有300公里 开了三个多小时 现在终于到了 我们先把东西搬上去 等一下再收拾一下 先拿部分吧 等会收拾完了 再全部搬上去 走了 东西蛮多的 蛮多的 好嘞 累不累 好累啊 又没干什么东西 就是赶路 比较累感觉 是的 等一下还得打理 更加累 还要打理好几个小时 无计 哎呀 拖把都没买 洗把擦一遍 再拖地吧 最后拖地吧 好 到了 煮鱼到了 来 进来了 上次我们走的时候 房东说帮我们清理一下 少到一点干净 嗯 那我们还是要再打扫一遍的 对 等一下我们就把这里 换来一行 哈哈哈 变成我们的家了 嗯 我先把房间打扫出来 不然晚上没地方睡了 哎 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 先把它打扫出来 直接擦 我来擦 还有一个房间的吗 哦 我还好还买了个床垫的 床罩的 给它罩一下 你连床罩都买来了 嗯 提早买的 哇塞 你这么想的够细的呢 我本来看到那个冰箱啊 哇塞 我看到我都不想放东西 现在一看 哎 还可以啊 我们等会烧点水 我水烧着 嗯 热水再冲一遍洗一遍 啊不 嗯 你在洗什么 冰箱里面的那个 冰框 冰框 我给它拆下来洗一下 很脏很脏很脏 都发霉了是不是 对 都发霉了 我都不知道它怎么会这么脏 都在这种缝隙里面啊 嗯 很难刷的啦 你看都 刷这样刷不干净 一天就是这么累啊 什么都要洗 什么都要刷 都不知道几点能结束 你都不饿不饿 还好 你饿不饿 还好 先弄好再说 先收拾一会再吃 等会给你做面条行不 好 这样了 给它装上去 给它装上去 这样一刷干净多了 那 边边脚脚都给它弄干净 嗯 不知不觉就晚上了 真的呀 我把这床照照上 这个弄起来好 先解决晚上睡的 睡觉的 对 被你这么一弄干净多了 看着感觉干净了 这样一照看的好多了 好看多了 感到干净一些 走走你会想 你继续打扫 我给你做面条 现在 好 哎呀 太脏了 我先当手就没面带给 哎呦 不得不给油 肯定要是 很出面了 哈哈哈 快了 好 啊 把肚子饿了 怎么样味道 嗯 反正就填饱肚子了 不单单是填满肚子 很美味 哈哈哈 哇塞 打扫卫生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们从下午的四点半到晚上的十点 五个半小时了 把房间 然后厨房 卫生间客厅 里里外外全部给他打扫了一下 我都嗨得出了好多了 衣服刚才都湿掉了 哈哈哈 终于给他弄出来了 带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边就是客厅啊 客厅换上桌布 还有绿植 然后彻彻带了一幅画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暖心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厨房 厨房啊 这个油烟 那个油质特别多 我们打扫了好久好久啊 现在很干净吧 你看贴上蒸蒸日上 不错吧 这个是主卧 我们换上自己家带的时间套 就有家的味道了 那边有个飘窗 所以说到时候买个垫子 在这里晒晒太阳还是不错的啊 这边是一个带阳台的卧室啊 刚才换上了床罩 这样干净多整洁多 然后阳台嘛 我们可以设产衣服 这个房间到时候爸妈过来住 也比较方便的啊 这就是卫生间 所以就挂上这个帘子啊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挺有味道的 然后我带上一双鞋啊 来看一下 试试干净多了 房子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 接下来我跟翠翠大部分时间啊 就在杭州生活了 希望我跟翠翠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今天长度拔涉的 刚才又打扫了这么久 有点累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啊 我们下期见 拜拜